近两年多来县府对于县内青年事务的重视 而成立了青年事务委员会来协助推动 虽然目前发展不如许多县市 但县府的用心县与人友好相当肯定 所以在定期会中也特别感谢县长 并建训明年度增边专者人力 以立青年事务委员会的发展与工作执行效率 那目前来讲就所知道 了解之后在县府的青年的事务的人力 是一个兼办人力 那本协想建训县长 当然说目前直接到科或到处或到局 还有一段路因为牵涉到原额与经费 那想要拜托县长 在明年度这个部分今年在讨论原额的时候 是不是可能可以协助县内的青年事务 一到三名的专者人力 那能够让更多的专者人力 把许多的资讯协助青年协助县府一起推广 往年驻山天梯开放时 头49线一到假日都会产生赛车情况 虽然目前天梯风源 但头49线依然是地方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 可是路况多出不良 对民众通行安全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所以县医院参谋也呼吁县府相关当路要重视 并积极来做改善 维护地方交通品质 我们的天梯乘几何时 在这里四十九山 我做成更厉害 但是现在它的路是这样 滴滴滴滴滴很光辉 不是说这样 外国有人去的感觉就是 那个A.C.坡落 坑坑坑坑坑 整条路都是坑坑坑坑坑 所以我希望说 这条路真的也是要下去 加快下去改善 看什么时候改善的 再请我们局长跟我们说一下 在昨日定期会中 县议员油耗拆门儿都踊跃发言 来与县府探讨许多议题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重视 并做出妥善规划 造福县民提升南投县的日后发展 记者卢宇凯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